現在進行曾明宗委員等提案增訂第九條之二 請宣讀條文 委員曾明宗等提案第九條之二 為振興消費促進經濟發展 財政部的新增振興消費支出 為個人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構除了 供納稅義務人於109年度 及110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且向振興消費支出 細紙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撫養直系親屬 餘秀嚴重再受水染性肺炎影響 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事業 消費貨購買貨物 勞務所支付支嫁接 每一生報戶每年後除數 為以15萬元為限 振興消費支出扣除額等 適用之店家範圍應檢付支凭證 等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財政部會相關機關定制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至代表發言 第一位請曾明忠委員 各位同仁大家好 剛剛廣畢林委員跟吳秉諾委員發言都不是事實 我們講的是受衝擊的中小企業 把他降營業稅 結果他降一趴七百五十億亂扯一通 如同我們剛剛喊的口號 希望民進黨體諒中小企業的困難 降稅就中小企業 民進黨不願給廣大的這場企業 現在虧損非常嚴重的情況底下 大家還要繳營業稅 希望你們 拜託你們 給他們留下一點生金 以後繳的稅金更多 大家說是不是 另外 沒有錯 倒了什麼都沒有 另外我跟各位報告 我雖然當過金管會主委 但是我不是特別偏好銀行 各位想想看 上個禮拜 行政院邀集了九大行庫 董總去做紓困 他為什麼不敢找民營的企業董總去 不敢嘛 所以我們來看看 過期段時間紓困的情況 到現在 只有 通過 245億 請教各位 245億多不多 根規報告 整個換款是29兆 整個中小企業換款是6.9兆 所以 我強類質疑 民進黨要辦理紓困 是做一半 是做百分之一 所以我們國民黨 用心良苦 希望政府 挺銀行 銀行來挺企業 企業來挺勞工 才能真正 發揮銀行 救助中小企業的實際情況 但是 民進黨把眼睛蒙起來 你以為 你以為 用一個 銀行的企業 社會責任 就叫銀行一紓困 你以為 因為你這些換款 到時候 呆賬 會追求責任 所以 我在這裡也誠懇拜託大家 希望 各位 一起來 救中小企業 讓他的營養稅降下來之後 讓他的生機保留下來 以後 為中華民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為中華民國創造更多的稅收 好不好 好 在這裡 拜託 民進黨委員 上來發言 不要扭起我們的原意 謝謝 好 接著請廖國棟委員 陳委 歐柏聲明 對剛才是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院長各位同仁 昨天我在軍紀委會巡打的時候 我非常謙卑地要求 我們的沈榮軍部長 用國語來說明 讓全國的人民知道 結果 媒體啊 斷章取義 說我禁止用台語來說明 事實是 我沒有說過禁止用米南語 我只要求用國語說明 讓全國的民眾都要知道 政府到底在幹了什麼 在做什麼 所以 我今天 為了對我的 阿美族的選民負責 我要用 阿美族的母語 來訴說 立法院到底在幹什麼 阿美族的選民負責 我沒有說過 阿美族的選民負責 阿美族的男生 我們在做什麼 阿美族的選民負責 我不是要求用 我們想過 阿美族的選民負責 我沒有說過 阿美族的選民負責 我沒有說過 阿美族的選民負責 你 在台灣 青海洋艾西亞軍 是我 而這人 都是台地的 我 今天 香港人 也是台灣 北海的 和一人 都希望 我們 這是在旁邊 我 若是 海的 和一人 都希望 可以 用這個 和一人 都希望 在這看我 在參加 还要我的選擇 大人的道路 有些影像 有些影像 不可能 有些影像 但不可能 我或者是 我坐在 我坐在一起 在我身上 我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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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要保障 以後的議員來說 跟我們一天一樣 沒問題 我們可以說 我們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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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為止 我們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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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接著請高嘉瑜委員 高嘉瑜委員 我們尊重所有的語言的發言 如果立法院要增加這個設備本席不會反對 我們的條件設備希望社會大家一起來支持 也希望各朝野各黨團一起來支持 謝謝 奧委員請 謝謝主席各位同仁 本席對曾明中委員所提出的九條之二 表示反對的意見 因為九條之二這個條例會讓人家覺得說 不是在振興經濟 而是在幫富人減稅 那最主要的爭議在於他沒有排富的條款 那引發的爭議就在於說 以目前的相較於所得稅的扣除兒 幼兒的學前特別扣除兒 跟長照的特別扣除兒 都有相關的所得稅率20%以上 跟基本所得670萬以上的排富門檻 但是曾明中委員所提出來的九條之二 卻完全沒有門檻 變相的在幫富人減稅 讓高所得者有高減稅的利益 而讓低收入者他沒有辦法享受這樣子的租稅利益 被排除在外 那相對也剝奪這些低所得者 低收入者的權益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臨時條款的修訂 其實對於這些低收入者並不公平 那另外在列舉扣除兒上也引發列舉困難的爭議 不符合一般人民的習慣 以現在報稅的機制來講 個人眾所稅可以選擇標準扣除兒跟列舉扣除兒 但是以106年度的統計資料 有530萬戶是選擇標準扣除兒 只有96萬戶是選擇列舉扣除兒 而真民眾委員的提案呢 把15萬元的額度列在列舉扣除兒 是不符合一般民眾報稅的習慣 而且舉證也困難喔 所以我們認為說民眾如果必須要檢具憑證 才能夠來列舉扣除 可能也會引發這些收集憑證來虛列扣除兒的弊端 也增加行政機關在激增的困難度 所以這條在適用上是有它的難度喔 另外對於營業困難的企業呢 跟產業的認定也會引發爭議 那也會導致說原本較有規模體質較好的企業 才能夠適用這個條例 而真正需求減少 規模較小的產業呢 沒有因此增加收入 所以在這個疫情的當下 當然我們都認為振興經濟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也希望在紓困的同時呢 大家能夠集思廣益 朝野共同來合作 所以我們也很支持 有更好的這個方向 來提出振興經濟的一些想法 那以目前這樣子的一個 15萬扣除兒 這樣子的一個在所得稅上的列舉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真的有效的去 紓解疫情跟達到振興經濟的方向 那反而會導致幫富人減稅的爭議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就這一條能夠反對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來 努力度過難關 謝謝大家 謝謝 接著請鍾嘉賓委員 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今天特別條例 我們只處理三件事情 第一防疫 第二紓困 第三振興 防疫不用講 台灣做的No.1 紓困什麼意思 紓困就是在這段疫情期間 大家生意受影響 我根本沒有索得 我根本享受不到九條之二 十五萬元的 抵稅優惠 我們來看一看 目前台灣索得稅的 繳稅有多少萬 633萬戶 首先國民黨九之二 先排除了誰 排除了七百萬 索得不足 無法交索得稅的人 所以剛剛高文說的 沒錯 曾委員這個版本 就是在幫助富人減稅 其次我們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有多少人呢 索得稅零稅率的 索得稅零稅率的 有331萬戶 好啦 年索得 因稅索得 54萬以下的 有多少人 有201萬戶 這201萬戶 可以享受到嗎 可以 如果說他有15萬 他花了15萬 他可以折抵7500塊的稅金 但是我們看看 誰享受到最多 這15萬 如果讓他通過的話 他列在了列舉扣除額 我們要知道啊 索得稅裡面的扣除額 是用來幹嘛的 現在給你照顧小孩 照顧父母的 有育兒的 有購物的貸款 這些你生活必須要支出 我們索得稅給你做列舉扣除額 但是國民黨為了振興 為了鼓勵消費 他提供了15萬 15萬 對企業產業 採購的扣除額 以索得稅急劇 40%有多少人呢 40%急劇的有3萬戶 3萬戶可以享受到 4萬的多少錢 他可以幫他節省6萬的稅金 換言之 這些索得最高的人 在這個條例當中 他可以獲得了 去跟人家拿發票 你去消費 他跟你拿發票 他可以減稅 可以減6萬的稅 多少人享受 4萬戶享受 折合家庭人口 10多萬人 所以我們不盡很好奇 國民黨口口聲說 要幫民眾索困 民眾索困 他最急迫的 他的生意受影響 沒有工作收入 他需要的是現金 不是我們幫富人減稅 所以強調的 民主進步黨反對9條之惡 就是來自於說 這根本不是在紓困 這根本是在幫有錢人 趁著疫情 振興的階段 可以讓他們好好的花心享受 所以我們反對這個提案 謝謝 謝謝 接著請陳焦華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針對附帶決議9-2 時代力量提出的建議就是 針對這一次武漢肺炎疫情 從事這個醫療機構 還有防疫的相關的從業人員 他們在疫情期間 支援防疫醫療工作 或者是分擔支援防疫醫療工作 這些同仁的原有業務 導致加班總時數 逾越免納所得稅的這些 延長總時數的部分 就是增加所得的這些加班費 能夠給予免稅 我們知道像菲律賓最近也發現 他們從事這個病毒檢疫的檢疫所的 這個有40幾位的檢疫人員呢 也因為這個工作非常危險 所以也確認染病了 所以我們要感謝整個防疫團隊的努力 還有這些檢疫人員 非常辛苦的從事這些高危險性的檢疫工作 所以時代力量提出給予這些 檢疫人員 或者是這些包括醫檢師 放射醫檢師 醫師 護士 還有這個協助的消防人員等等 他們的這一次參與的 所得的津貼 增加的津貼部分 都給予免稅 然後最後也呼籲防疫團隊 要趕快成立檢驗國家隊 我們由這一次磐石艦隊的 磐石艦的這個破口呢 我們知道呢 大概就增加可能有20幾萬的人 可能都要來做篩檢 所以整個國家的這些 檢疫能量還有防護的能量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保護這些醫護人員 要鼓勵他們 要體恤他們 所以他們的津貼增加的部分呢 能夠支持時代力量 在附帶決議也有提出這樣子的決議 所以請各黨能夠支持 好 謝謝 所有委員都發言完畢 現在表決委員曾明中等提案條文 現有民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Judith忠告 自己 film 協力 問題 集合 集合 記得 表決結果 出席104人、贊成38人、反對61人、棄權5人 贊成者少數、委員證明中等提案條文不通過 現在進行委員證明中等提案增定第九條之三 請宣